Hello, 大家好 这个视频我是分享一下 我们帮三角琴收音的时候 会用到一些不同的麦和麦的位置 大家可以听一下在不同的麦的位置 麦是什么声音 之后会混合在一起 大家可以比较一下 我们也会用一个电话 放一个外面的麦 大家也可以比较一下 如果用这种形式的麦和一个专业的Studio的设计方法 这个声音是会有什么分别的 第一个麦,我们有DPA的2011 就会以一个parallel的形式 放在锤子上面 接着第二个麦 我们有DPA的4099 就放在近延线的位置 第三个麦,我们有AKG的C414 就放在大概距离步琴六尺远的位置 做一个room麦的效果 我们首先听听不同的麦的声音 再见 humility 怎么能评计判 词 benefit 无论 уда 周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最後我們聽聽用電話加一個External Mic 錄出來的效果是怎樣 相信大家听完这些不同的片段之后 都会分别到不同的声音和效果 如果大家觉得这个片段是好看有用的话 请大家赞,订阅和分享这个片段 拜拜